有人说它是绝症,病死率堪比癌症,真的是这样吗? 为何被忽视的小毛病却险些致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患者上千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患死病人群最大的国家。 高发病率,高在住院率,它被称作心脏疾病最后的战场。 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它呢? 欢迎收看生活万岁 生活万岁 欢迎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话题我们要从47岁的老徐开始说起 老徐最近这段时间发现自己身体有点小毛病 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上班没精神 不想吃不想喝,干什么都觉得没兴趣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累了,这点小毛病不算什么 可是没想到过了没几天直接就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 检查结果一出来他吓了一跳 心力衰竭,而且伴随着多脏气的衰竭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各种各样的心脏疾病最后导致出现的一组特殊的临床综合症 是心脏疾病发展的中末阶段 心衰有着高发病率,高再住院率,高死亡率,被称作心脏疾病最后的战场 几乎所有的心血管疾病最后都会发展为心衰 而这也往往是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下老徐可知道了,这小毛病可不容小觑 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毛病发出的信号,您捕捉到了吗 我们今天会请到的这位权威专家就会给您做详细的解读 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镇医院心脏内科中心的主任医师 教授,卧生生老师,让我们欢迎吴小凡医生 您好,吴医生 主持人您好 刚才我说到这个47岁的老徐 他这些小毛病都跟他这个心衰是有关系的吗 应该说是直接相关的 直接相关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对心衰的认识它是不够全面 其实心衰现在其实并不少 只不过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据统计,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心衰人数最多的国家 有超过1100万名心衰患者 70岁以上的老人中,每10人就有一名心衰患者 心衰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心衰导致结果就是最后整个的心脏泵血功能急剧地减低 那么泵血功能急剧减低就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供血都不够 那么会引发一系列症状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是心衰 因为心衰的症状往往并不局限于心脏 它是整个只要是有血液循环的地方 它都会有相应的症状 所以会让人觉得我这些都是小毛病 好像心脏也没有出问题 可能有的人就是吃不下饭 有的可能就精神不好 就认为可能是一种亚健康状态 但其实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心衰还是有它的一定的踪迹是可循的 你比如说 那么心衰最早的话呢 可能最典型的症状是一个所谓的进行性的呼吸困难 比如说你平时可以上五层楼都没问题 那么现在的上三层楼你就必须得停下来喘气 喘喘气 有点像突然走到高原上了一样 在心衰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是合并有抑郁的 因为长期的这种各种症状的折磨 病人会有抑郁症 那么很多病人觉得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脑部的供血不足 那这个病人可能会觉得经常觉得头晕乎乎的 觉得皮乏无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整个的皮肤的肌肉的骨骼肌的血供不够 所以他会觉得乏力 全身都乏力 如果在胃肠道的话 那么这个病人就会觉得胃口不好 不想吃东西 所以如果按照您的给我们的提示 就是说心衰导致的整个身体需要血供的地方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说 可能是亚健康 可能是累着了 可能是其他地方的毛病 就很少有人会直接提示说 需要去找心脏内科的医生来 那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它一定是有一些高发的人群 最常见的 德国心梗的 德国心梗的 那这肯定是高危了 对 因为心梗之后 有一部分心机是坏死了 这个逐渐的它会引起这个新功能的 这个射业分出下降 本来你是个六缸的发动机 现在只剩四缸了 没错 那么还有一部分 比如说高血压没有得到严格的控制 它会发生心衰 长期的这个血压 你想你作为一个水磅 如果这个水磅的压力特别大 你必须要特别使劲去做工的话 那么心脏的使用 耗劫性的 过劳 也会让它得 就像您说的过劳 心衰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比如说肥胖患者 这会造成这个心肌的负荷 长期的增加 这些病人也是容易得心衰的 虽然我国心衰患者多 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心衰 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将心衰症状误认为是衰老的正常现象 四分之一的人在出现心衰症状至少一周后才去医院或根本不去医院 五年死亡率百分之五十 心衰病人到底能活多久 致死率堪比癌症 心衰真的是绝症 不可治愈吗 面对死亡的威胁 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应对 欢迎继续收看 生活万岁 即使在现代医学发展迅速的今天 人们提起心衰依然是心有七七 因为衰竭往往预示着结果不乐观 治疗很棘手 而心脏作为人体核心的器官 一旦进入衰竭状态 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患者病死率高 欲后差 五年病死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是乳腺癌 肠癌等癌症的两到三倍 心衰病人到底能活多久 许多患者或是家属 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言下之意 似乎是觉得心衰就是绝症 剩下的时间就是等死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如果真的得了心衰 能治好吗 这个疾病是可治的 那么这个可治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你比如说我自己 我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我曾经遇到应该是一个林先生 那么在两年之前 到我们医院去就诊 我们当时他是因为 这个心脚痛来的 那我们给他做了造影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心脏的三个血管 都是非常弥漫的病变 而且更要命的呢 所有血管都非常细 这个时候我们很难 去做血运重建 去放支架或者搭桥都很困难 那么这个来说呢 对任何一个医生来说 对病人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当时给他 做了一个药物治疗 在最初两年之前 他看我的时候 摄血分数是26% 那么现在我们最近的一次 查的这个心脏的超生 摄血分数已经达到了42%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呢 当然也经历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对 所以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对 但这个结果 其实是给很多心衰的患者 带来一个很重要的 一种信心的支持 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解读 比如说确诊 确实是心衰 治疗的方法 大概的方案有哪些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 大多数的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发现 我们可能这个药物治疗 已经能够很好的 去延缓心衰的进展 尽可能地保留这个心脏功能 就是我们在新的心衰指南里面 包括欧洲的 包括美国的 包括我们中国的心衰指南 都有一个金三角 什么 金三角 所以心衰使用的金三角 对 那么心衰病人 尤其是慢性心衰 它需要长期的用药 那么长期用药 这三角是哪三角呢 第一个就叫做 我们说的ACEI 它的意思就是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 ACEI 那么第二个是β组织剂 第三个是全固酶结抗剂 应该说ACEI 就是血管紧张素 转换为抑制剂 它是心衰 慢性心衰治疗的 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药物 它的这个药物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不光能够改善心衰 所引起的不好的血流动力学 比如说血流余制回不来 那么它还有一个更好的作用 就是可以逆转心事的重塑 β组织剂 可能我们熟悉的 比如说β的课 很多人比较熟悉 那这个药物的作用呢 它的作用是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最奇特的 现在研究发现 它可以降低心衰的死亡率 达到40% 对 所以在慢性心衰当中呢 现在越来越主张去用 提到第三个金三角 第三个全固酶抑制剂 因为ACEI这个药物 是在很大批的 这个心衰的患者当中 几乎是终身的使用 那么也会造成全固酶的续集 这个时候 我们加上全固酶结抗剂 这是它一个方面的作用 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呢 它也可以延缓心事的重塑 所以这一点呢 对这个心衰的病人 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现在所提到的 这个金三角 所以其实 刚才您讲述的这些内容吧 听起来是太偏医学 过于专业了 但是我想它提供的重要的意义是 让大家知道心衰这个病 我们今天对它的认知 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我们的医生会有很多的方法 帮助到患者 心衰患者应该正确认识心衰 心衰不是洪水猛兽 而是一种可治愈或控制的疾病 但是也应该意识到 想要心脏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功能 是不容易的 因此 患者既不能因为心衰 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也不能轻视心衰的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 目前还有许多新的 治疗心衰的技术 在研究发展中 比如心脏内辅助装置 人工心脏 心脏移植等等 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 即使是晚期重度心衰患者 也有望获得更长的寿命 为何平稳的心衰病情 会突然恶化 罪魁祸首让人意想不到 老年人往往面临多种药物搭配 还有哪些药物 是心衰患者的禁忌 如何才能做到合理用药 正确治病 欢迎继续收看 生活万岁 张奶奶今年76岁高龄 心衰通过药物控制 病情一直稳定 但是近日 张奶奶缠绵病榻 已经发展为呼吸困难 双下肢水肿 半夜憋得睡不着觉 心衰越来越重了 不得不送进医院治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奶奶的主治医生告诉家属 罪魁祸首竟是降压药 心衰加重是由于奶奶最近 自行更换的降压药所导致的 降压药物不是会起到 治疗心脏病的作用吗 为什么会加剧心衰呢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治疗高血压的角度 又如何来认知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 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珍医院高血压科 主任著名高血压专家 让我们欢迎余振球教授 温余教授 您好余教授 高血压是心衰的原因 也是心衰的诱因 因为心衰的话呢 它是从原因病来讲的话呢 高血压算一种 心脏斑膜病算一种 心脊本身病病 比如说心脊梗死是一种 心脏外膜的病病也是一种 就凡是心脏各个部位不好的病 都可引起心衰 为什么是高血压又是诱因呢 因为影响心衰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心脏的打出的血液 满足不了传生各个系统的食药 就会缺陷缺血的这些症状 脊肉缺血就没力量 那么肾脏缺血就会少尿 脑子缺血就会晕 就会头晕 第二方面呢 它会导致血液回到心脏受阻 就表现出预血的症状 腿肿了 肝脏预血了 胃肠到预血就是消化不好了等等 肺脏预血的话呢 就会出现喘气呼吸困难 心衰最新指南已经把控制高血压 作为治疗心衰的最高级别指示 所以我们预防心衰要从控制高血压做起 不要让我们能控制的疾病 因为我们没有重视而引起心衰 应该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药物 都适用于高血压合并心衰患者 维拉帕米、第二流浊等药物 在扩张血管的同时 会减弱心脏的活动 让本来就衰弱的心脏 更加没有力气跳动 并不利于心衰治疗 就是我们看高血压说 不要简单理解为 酿水压 买点姜牙药 或者自个儿到街上 药店买点姜牙药就吃 认为占了个便宜 又省了关号会 又还不检查 还不用排队 好像是到那儿就解决问题 但是这样的话呢 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 药物搭配可并不是百无禁忌 诸事相宜 提醒广大心衰患者 一定不要乱吃药 有些心衰加重是吃药吃出来的 那么还有哪些药物 是心衰患者的禁忌呢 消炎药物 阿斯匹林 布洛芬等药物 有增加全身性血管抵抗 使血压难以控制 降糖药 平常上常用的 比格列酮和罗格列酮等药物 会诱发或加重心力衰竭 中草药 如人参肝草等 有身高血压的副作用 加重心脏负担 新衰患者要在医生指导下 规律服药 同时密切关注自身状况 如在用药过程中 出现乏力 熏闷气短 双下肢水肿等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切不可麻痹大意 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 运行极其复杂的机器 那动力之源就是心脏 而心脏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谢谢 两位权威专家的到来 那通过这个系列的节目 也是再次提醒大家 关爱自己要从心开始 感谢您的到来 感谢大家的收看 生活晚醉 我们下期再见 眼前这一幕发生在辽宁省锦州市 某职业技术学院内 2019年3月21日晚上 学校锁门后 一名男生在翻越大门取外卖时 不慎被铁门的矛头刺入左手手腕 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铁北中队的消防指战员 赶到现场后发现 铁门矛头刺入的深度大约有6厘米 男生面色惨白 悬于铁门上无法动弹 见此情况 一名消防员立刻携带五尺锯登高操作 对铁门矛头进行切割 很快 刺入伤者手腕的矛头与铁门被成功分离 男生也被立刻送上了急救车 平安365提醒您 铁门矛头风如刀 切莫翻越逞英豪 一旦失手酿惨祸 性命攸关 无悔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